由冯超指导的院线电影《玩命营救》 4月14日在北京举行启动发布会 刘化、沈小海、张春年、张子俊、陈温希等演员出席活动 导演冯超及执行制片人陈向勇 在现场逐一诠释制作理念 并共同参与启动环节 关于故事走向 主创们纷纷迈起官司 表示剧本十分精彩 最终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令人意想不到 导演冯超透露影片一大亮点 在于反派给主角设下一个很大的局 情节极富反转性 且部分角色正邪难分 极有戏剧张力及人性深度 而刘化则将在影片中出演一个负责喜剧元素的反面角色 你要不说是喜剧好像没人看 然后导演就说我这元素特别多 各种动作也有 还有英雄主义 还有兄弟情谊 当然再加点喜剧 其实这个喜剧 我会演喜剧吗 对 华哥一直都是演喜剧 在我两部电影里都演得非常好 所以这次华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来负责这整部电影的搞笑部分 好 这电影要是不 最后拍了之后 大家电影院里坐没人笑 麻烦了 你知道这责任重大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